欢迎来到民事台湾学堂 哲学堂浅浅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叶浩 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哲学的呢 有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大学吴峰伟教授 大家好我是峰伟 还有国立中正大学的哲学系谢世明教授 大家好我是谢世明 我们上个星期其实已经有谈过Michael Sandell 然后我们也邀请过谢世明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其实基本上是谢世明老师 因为谢世明老师呢 他本身其实跟Michael Sandell好像也有一些 就是相似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成就跟作为 基本上谢世明老师是我们在台湾 政治哲学领域里面 几乎就是最杰出的教授 然后还有也参与过许多的公共事务的论辩 甚至苦劳网新新文上面也都有写过专栏 那我们想先从这里作为一个开始 可不可以请谢老师先告诉我们一下 你怎么会走上哲学这一条路的 纯粹意外 不是纯粹意外 高中毕业的时候考大学要填志愿 所以我是填了哲学系 所以这个意思上不是意外我填了 但是其实进大学以前也不太知道这一系是什么 不过进去之后老师喜欢这个系 那也就没有转系所以留在那边 所以当然有自己的决定在 那在大学之前其实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哲学的著作 其实当时我是在1979年进大学的 那时候进大学是美意岛事件 所以你可以想象在我高中时期的时候 其实能够读到的真正的哲学书也不是那么多 那我进了大学进哲学系 那个系提供了很多的哲学课 印度哲学 佛学 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 那我到了大学的时候发现说 西方的英美的分析哲学的那种做哲学的风格很吸引我 然后那是在我大学之前从来不知道 做哲学可以那样子做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继续念那样子 那在我大学时期大概二年级三年级 大了大三年的时候我就决定应该要出国去学哲学 还蛮早的 对 那我毕了月当兵两年之后我就去了美国 念就说那样子 那一开始就进了念博士班 那念博士班当时去的时候 我那时候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我想学习这个数以逻辑哲学 另外也是我要学政治哲学 那数以逻辑哲学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比较多 因为那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英美政治哲学的一种科目 那政治哲学是为什么要学是因为我在台湾那时候从来没有机会学 那时候我们要被必修大陆问题研究 因为这个哲学系这个是被担心的一个系 担心思想这个酌情比如说 那政治哲学课是在那时候 几乎我知道在大学不管任何大学都是没有没有那样的 那我建大学第一个学期就是美丽岛事件 那在高中时期因为要考联考 那对政治有一些关注但是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关注 那那个美丽岛事件的发生是一个震撼 那之后我就就是在大学某个程度上我关心政治 就台湾的政治其实对民主化的追求那样子 所以那在大学里面也没有这个课 所以到了美国以后那人就所说一定要找机会学政治哲学 那我的学习其实还蛮辛苦的 因为金陵教授开始要要求念道德哲学政治哲学 那也许还有法律哲学要念 那那些材料其实对我来讲是有点陌生 OK 那当然你在台湾你可以看到这些为民主化奋斗的前辈 他们在这些杂志里面写的这些东西 那当然都是养料 但是那都不是哲学著作 也不是学院里面的哲学的这种诗变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走向哲学本身就已经是出自于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关心 可以这么说我有很多朋友在大学的时候是所谓的 就是他真的参与 就是我自己胆子比较小 所以基本上我花了比较多时间念书 但是我跟他们互动算是多的 那对于那时候的政治的现象 我是关注 那心里面当然也觉得台湾就民主这个面向来讲是非常落后 你可以这么讲 那解研都是到我美国研究所的时候才发出 所以那段时间 特别是领导事件发生之后 那整个台湾的一些政治氛围是非常气压很低 我可不可以追问一下 刚刚谢老师提到的是英美分析哲学 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是什么 英美分析哲学 对因为你是英美分析哲学出身的吧 这是个20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一种哲学的分类方式 那我们常常说搞西方哲学会分两大部分 各位如果熟悉当代哲学发展的话 所以有一个东西叫欧陆哲学 欧陆哲学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什么海德格 或这些法国哲学家搞的叫欧陆哲学 或存在主义这一脉一直到当代 那欧陆哲学专注的就是好像回答生命的问题 存在意义 存在意义 那但是分析哲学呢 是很专业的哲学的方法 就强调我今天要有非常严谨的推理 我自此的定义我要再生推敲 避免歧义的空间 那分析哲学家就认为说 基本上把哲学当成像科学一样 我们要追求知识的进步 那我们只要有严谨的推理 明确的定义 我们才能够增加更多的知识 但欧陆哲学呢 好像是另外一种的处理方式 OK 那如果这样子怎么会 就是哲学听起来很专业又抽象的东西 那跟现实的距离又如何的拉近它 谢老师怎么会觉得 这么的专业抽象的分析的东西 可以回答你对于现实的关怀 分析哲学我都了解好 在研究所的老师 听你这么说 分析哲学很重要的精神是追求清晰 但是我们知道说 清晰这个概念可能本身不清晰 什么叫清晰 但是分析哲学家就是对于清晰这个idea 有他自己的一个理解方式 就是说 哲学的论述跟思考 必须连接到我们的常识 就是我们的common sense 那要连接到common sense才是清晰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分析哲学家基本上相信 就是哲学的问题 我们讨论了两三千年 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那这些困难的问题呢 是我们很容易犯错 很容易犯错的问题 那科学家有实验室 可以来检测他们的理论 他们的假设是不是正确 那哲学是没有实验室可以测试 你的理论跟假设是不是正确 那你怎么办 你如果单独一个人是思考 你关在房间里面思考 你自己犯错 你是没有办法 很不容易侦察你自己犯错 那分析哲学家一般来讲认为 我要把这些问题想对 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有个比较好的答案 那我想这么多 我怎么确定我想的是对的呢 我要别人帮忙 是不是可以帮我 看一看是不是我想的东西 其实是有盲点 有漏洞 所以本身有一种自谦 谦虚的态度吗 是有 就是说我想要把事情想对 把问题想对 可是我知道这个问题非常困难 我容易犯错 我需要别人帮忙 你怎么让别人能帮你 如果你想的 你讲的是没有办法让人家懂的 那别人是没有办法帮你的 所以分析学家 因为在意把事情想对 把问题想对 又在意说自己是 没有办法争错这件事情 要别人帮忙这件事情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 连接到所谓常识 所以一般有常识的人 可以读懂我写的东西 然后可以看到我写的东西 我想的东西 是不是有漏洞 那以这个方式不断的 你可以说精炼修正自己的理论 自己的假设 所以追隐者在某意义上是有进步的 因为那个同侪可以加入讨论 可以互相你可以说切磋 互相指教 那个指教跟切磋是真的在发生 那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这个 罗老师的正义论 我对着提到说 在他出版以前 其实大概有十几年 他的草稿是在外面流传的 对 那这个我有时候会讲说 罗老师的正义论出版是 英北非泽泽界重大的成就 而且是一个集体成就 因为那是很多人参与在里面 不断的讨论 不断的提出困难的问题 那罗老师那十几年 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别人提出来质疑 那他要去回应他要去修改 那改了很多错误其实 那到最后完稿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这还不错 那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想出来的 OK 所以将近二十年的书写时间 其实是非常多人的参与 参与 那刚才先老师提到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说哲学因为没有办法进实验室 所以需要这种大众 可能是彼此之间的讨论 切磋 以及也许要公诸于事 让一般大众也能够读得懂 回头过来解释你 那封伟好像是也有兴趣 一种叫做实验哲学吧 OK 所以这是哲学长期的一个麻烦 就是我们提出很多的理论 但没有办法去检验 那所以在二十一世纪之后 就有几个美国的哲学家 他们开始推动说 不一定哦 我们可以去检验哲学家的直觉 到底符符合一般人的直觉 所以就把一般哲学界常使用的 我们叫做思想实验 你假设的某个情境 然后就检验你的理论 然后把这思想实验 拿到划成问卷去问一般的路人假路人疑这样 然后看你的直觉是不是跟哲学家的直觉是一致的 如果是在他的正义论人里面提出一个思想实验 因为我在无知之目之后 我会选择哪一种社会 他说我们会遵循最大最小职原则 我会选择一个对弱势的人最有利的那个选项 那可这样子经得起实验的检验 其实当代有一些实验经济学家 他们就去检验 真的我们在理性抉择之后 我们依照这个原则做判断 结果得到初步结论是符合的 跟一般的直觉是一致的 所以你所理解的实验哲学 基本上是延续这个分析哲学的脉络底下来做的 其实呢我自己本身也有做过罗尔斯这种实验 然后让学生分组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有一组女同学们 她们得出一个答案说 正义的社会就是所有的男人 都不能够当政府官员 而且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分 没有一个人可以劈腿 不知道这样合不合乎一种对你的想法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头过来继续谈 欢迎回到民事台湾学堂 哲学堂浅浅的节目 我们刚刚已经谈过谢老师 就是当初怎么有兴趣哲学的 以及很简单的聊了一下说 到美国去就是读研究所的这个过程 那现在呢我们也挺好奇的想知道说 你现在就是怎么理解现在这一个领域的发展 然后也许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那在现在的英美或者是在台湾 大概有什么样的趋势 以及你个人的主要的学术关怀 现在大概是什么 谈学术趋势这件事情 我通常比较觉得蛮困难的 因为学术人口真的很多 就是你全球来看 就是在哲学这个领域里面人口非常多 那就分析哲学来讲 就英美或者是 其实欧陆现在逐渐这种英美哲学风格 就是用英美的风格来做哲学的趋势 我意思上也是在增加 但就题目来讲 就主题来讲 其实是相当的分歧 你可以说很粗糙来讲 就是说某一个时期有某一个领域 特别热门 就是所谓热门的意思就是说 有很好的哲学著作出现 引起大家注意 比如说五零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的时候 语言哲学心灵哲学非常热门 那因为有重要的著作出现 然后呢 研究所吸引了大量聪明的年轻人 去念那个领域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就是说到底现在年轻人都去念什么 那这是你可以说是趋势 那这个趋势往往是因为有重要著作出现 那罗老师的正义论 七零年代出现之后 在八零年代九零年代 非常聪明的年轻人 就是要念政治哲学 那你说七零年代那时候 另外一个领域是我们说 语言心灵哲学 那现在我自己的观察是觉得说 好像某一种多元化 就是说好像慢慢慢慢大家也觉得说 都集中在某个领域里面 其实也不是那么有趣这样子 那你可以说比如说 比如说gender的问题 性别的哲学 种族少数主义的问题 就是慢慢成为公共注视的焦点 那哲学的探究也在回应这些东西 那当然科学的进步 当然也同时非常 就是说科学进步通常也是一个刺激 对哲学研究的方向也是刺激 所以你可以说物理哲学其实生物哲学 这种这种哲学 然后以及你说科技发展所带出来的伦理的问题 也会成为是很热门 以前我记得是大概十年前 比如基因图足的这个出现 带动基因对伦理的各种影响 那最近热门的是AI 就是AI的这个技术的发展 使得很多的哲学家开始在注意 这所谓的AI的伦理学 比如说 那这是一个完全还没有真的好好被发展的领域 那因为我们AI不会只是帮我们扫地而已 我们要是一个AI会将来到灾难现场去 他去我们不去 因为那灾难现场 那是火场 那是一个爆炸现场 那这个AI要救人的时候 他要选择救谁 那这些问题是很真实的伦理问题 那这个AI里面的伦理的所谓的伦理的program 他的伦理的这个思维方式要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大家现在要注意的 AlphaGo的这个例子是让大家觉得又惊又怕 因为AlphaGo怎么赢的你不知道 那将来这个AI到灾难现场去 他做这个伦理决定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 他要怎么做决定 我们觉得现在觉得是应该我们要知道的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那这个AI就可能不会是太厉害 AlphaGo是很厉害 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决定的 像这类问题现在大概慢慢出现 所以某种程度我们也把自己推向一个未知 交给AI 要不要交给AI 这可能是问题 要不要交给AI 这个AI如果非常可靠 就是说这个AI如果经过测试的意思就是说 在很多很确定的伦理的案例里面 AI做出来的决定是吻合我们的决定 那当面对到比较困难 我们不是很确定的说 我们要不要相信这个AI 就是它过去表现不错 那我们这个测试如果做得好的话 那个伦理的案例样态够多 也够复杂 然后我们在这些判断里面 我们是确定的 我们觉得怎么做才对 那这个AI如果它的program的设计 因为这个program不仅设计之后 是不仅设计而已 设计之后它可以自己学习 OK 那它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我们确定的案例的测试 那对于我们不确定的 我们要不要交给AI 这是可以想的 好 这个是哲学的一个趋势的问题 那风伟其实也对AI有关的哲学相当感兴趣 对不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AI 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节目有谈论过 AI在我们现实生活很多具体的应用 就不只说谢老师讲的 在灾难现场 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其实也有AI的痕迹 例如以后无人驾驶的汽车 AI 然后包含我们今天去医院看病 可能今天做诊断的是AI 例如说IBM他们推出的Watsom 华生系统 它就是帮你做诊断 因为它可以更精确的比医生 掌握更多的医学资料 它可以更迅速的诊断 这是不是肿瘤 然后它是恶性的几率多高 所以它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 OK 但是如果紧急危难的时候 必须要去做一个判断 那我们也等于是把责任或道德风险 直接转移给AI 是吧 所以这是伦理学家可以介入的空间 我们去思考到底做道德推理的程序 应该是什么 那我们应该要内建什么样的要求在AI里面 OK 所以内建不同的伦理的理论 道德的理论 我们就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出来 但是这样也假设说 它自己本身不会有三种不同以上的理论 自己在判断 OK 这是有趣的问题 但是呢 谢老师刚刚提到 这个哲学的发展 或者说刚刚讲到的政治哲学的发展 是因为有重要的著作像罗尔斯的 但是 九一事件过后好像是 则学界其实是被迫得去回应 更现实的这些的 就是文明冲突 宗教的问题 加上恐怖主义等等 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吗 现在的领域里面 还是这种 大师写了一本著作 底下就有很多人跟着要来研究吗 还是其实某种程度上 已经 哲学家必须要更务实的 去回应一些世界的问题了 就是 我自己的观察是说 大师都过了 我大师都过了 我自己最喜欢 我最心里的两个哲学家 一个是罗尔斯 一个是Ronald Dworkin 一般叫德沃金 就是在政治的领域里面 我觉得是两个巨人 就是非常非常厉害 两个都过世 那我想别的领域 应该也有在 在二十世纪到现在为止 就是 就是 是有很重要的 那之后的 是不是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往前看到底还有没有什么重要 之后会出现 我自己有点觉得说 好像 好像没有了 好像没有了 但 但这样是不是也意味着 就是 就是 会有一种衰弱吗 还是我们刚好可以来 好好的利用大师的思想 倒不是 倒是 我刚刚想讲的是说 其实可能是我个人的限制 就是说 我没有跟着进步 那其实 年轻人上来 只是写了非常精彩的这些著作 那我有盲点 我们也看到这样子 那我自己觉得是说 虽然我自己说 好像大师过了 但是我相信应该会 江山带游的人才出 应该会有不错的著作 会继续出现 那 那我一定要插断你 因为刚刚呢 其实我原本的问题是问说 您真正的一些关怀 接下来要做的 的研究是什么 可不可以 粗略的告诉我们一下 想做的这一些的研究的题目 它的重要性 以及 为什么有这样的关怀 就是 我刚刚讲罗老师 罗老师的正义论 目前有几个中益的版本 我自己不是很满意 所以我就 跟我们的科技部 申请了一个翻译的计划 所以目前在做这个东西 我希望能够 能够给大家一个 可读性的一个版本 不会误解罗老师的意思的 一个译本 然后那个计划还包括 译者必须要做一些注释 那这个注释的部分 应该是比较学术性的 就是把过去二三十年来 重要的 环绕在罗老师正义论的 一些争辩 那我认为是有价值 读者应该有兴趣知道的部分 我会放到这个注里面去 所以这是 这一部分事我目前在做 另外 另外我当时还在写我自己的书 我说了很久 都还没有出来 没关系罗老师花二十年的时间 我不是罗老师 罗老师是很聪明的 我可能自力都不及他 不过就是说 这是一本政治哲学 那这个政治哲学 我希望呢 能够有他理论的部分 那也有一些跟现实公共议题有关的 随加介入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说死刑 安乐死 器官的这个移植的问题 maybe健保 就是说有各种各种 我们这个社会发生的这个 或出现了有争议的这些公共议题 那我希望我的政治哲学能够 针对这些问题能够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 所以我希望我心目中那个我要写的书是有理论的部分 那也有所谓的 介入现实公共议题的部分 所以这个书 就是台湾版的 台湾版的正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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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实传统 做一种抽象的哲学书里 那所以谢老师希望的是 也有某种程度上是 回应或者是替台湾的 就是政治的未来来思考吗 有 我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 那时候说 现在可能还是有人这样想 很多人说 统德问题不要谈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有什么问题是 是哲学家不能借助去谈的 我觉得哲学应该是 要朝向为这个社会提供一种思想资源 这个目标来努力 我们非常开心 今天有谢老师来跟我们聊 那这是我们在华人领域里面 相当杰出的政治哲学家 我们也期待他未来的著作 可以引领我们共同来思考 当然我们也会好好的回应你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哲学谈千显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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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换